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Mama College 我是嘉儀 這就是我的寶貝女女 Liora 今天我們在室外拍攝 這個影片 因為我想說一下 在室外 breastfeeding 的小提示 第一個提示 當然就是 最好在家裡餵了 或者在車上餵了 才到達目的地 如果你開車的話 可以在車上餵 那就最好了 因為這樣餵了的話 才去開派對 吃飯也好 就減低你要在公眾場所餵奶的情況 當然 如果你在室外餵奶 始終都要在室外餵奶 所以如果真的在餐廳 或者室外餵奶的情況之下 怎樣呢 首先有兩個提示 第一個提示 最好選擇餐廳有booth位 或者靠邊坐 靠牆坐是最好的 第一 起碼有一邊的人看不到你先 你不要訂位 說我要餐廳的中間位 最好選擇最邊的位 或者是有booth的位 就可以擋到多些靠牆 第二 最好如果你在商場的話 選擇一些新的商場 因為現在很多商場都有Nursing room 那些Nursing room 不單可以讓你換片片 還可以讓媽媽有梳化 或者一張小椅子 是坐在那裡餵奶 因為始終香港 其實 未是最開放的地方 雖然很多人都已經支持 breastfeeding 但這些設施 都是未做得最完善的 所以最好 出街之前做少許 research 看看哪些地方 是可以有Nursing room 就會方便我們去那裡餵奶 但對我來說 其實我也會懶去那個Nursing room 我通常就這樣在餐廳裡 即場餵就會即場餵 所以如果你真的 不需要這麼大的 privacy 可以像我這樣 穿著這麼大的外套 就可以整個包著它 套在裡面餵 譬如我之前坐飛機 我選過窗的位置 都是穿著這樣的外套 然後其實一邊靠牆 所以另外那邊 人們看不到狗嬰 就這樣遮住一邊 其實就可以餵到的了 但裡面就要配合了 一定要穿這些鬆身鬆領的衣服 大T-shirt 可以一拉拉到 胸下面的T-shirt 又或者鬆一點的衣服 可以下面拉上來都可以 我自己個人喜歡上拉下去 多一點的 所以我就選了這些 橡筋的跌膊衣 反正今年興的跌膊衣 你就買多一點這些跌膊衣 可以有橡筋拉下去 除此之外 哎呀 頭髮阻礙了 就一定要有一個 Nursing Bra 可以像這些 打開扣的 大家看不看得到 如果拉一件衣服 下來的時候 就可以拉這個扣 方便為賴 姆子在胸部的時候 就可以找一件外套 遮住它 如果現在天氣熱 你沒有理由 下一個大外套 蓋住它 焗死它 你就可以買定一個 這些Nursing Cover 其實不一定要有Nursing Cover 你有一件大的絲巾 其實也可以這樣餵著 這些怎樣用的 其實我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我之前有個video 其實也試過 可以這樣扣在這個位置 除了寶寶 頭髮亂了 然後就好 把它藏在裡面 這樣藏在裡面 然後就躲在裡面 然後就好像我剛才所說 用一隻手 放在這裡 將bra的buckle 解開 然後就整件衣服拉下去 然後將頭 黏在自己的膝蓋上 它就可以慢慢吃奶 慢慢享用 這隻手就拿出來 鋪著它 它就可以慢慢享用 她的奶奶 好 先出來 先休息一下 好了 其實很明顯 它現在不想餓 不餓 不想吃 因為它喜歡到處看風景 好了 今天這個提示 就是講到這麼多了 希望大家可以 餵多些人奶 香港這個社會 更加多支持媽媽 在公眾場合為來 好 拜拜 拜拜 笑一下 笑一下 拜拜 拜拜